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和袁世凯他们站在一起 叫做依附于袁世凯攻击 驱空机或者村村轩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 那么他们是负从于村村轩和这个驱空机 去抨击袁世凯和义康 那么这种情况就造成了晚清政局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动 是吧 就是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各种这种斗争 那么对于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不同的派系的这种斗争 它的是非取值 谁对谁错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不必要再去对它做分析 那么但是有一点可以说是确定无疑 哪一点呢 就是他们这种内部的派系矛盾斗争 可以说是严重的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 加重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 那么关于这一点 这个端方呢 曾经有所感觉 那么这个端方呢 是个满足人 人们都认为说这个端方这个人呢 既有学问又有权术 所以有人称他说是有学有术 那么这个端方呢 在这个1907年的8月 给清政府呢上了一个奏折 在这个奏折当中呢 他主要讲了这么一个思想 就是说现在 中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这种外患 那么而且呢 还有内忧 就是有自权及革命派啊 进行这个反反的革命的宣传 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说如果清政府的这朝廷的大臣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仍以敷衍苟安为计 以请亚排挤为能 就是到这个时候 清政府内部这些官员还不团结 还互相的进行排挤 互相的进行斗争 是吧 以请亚排挤为能 恐安危之术 不在党徒之煽乱 而在政论之分歧 就是清王朝他所面临的危机 不在于外部的革命党 怎么样进行 是吧 反清革命宣传 而在于什么呢 而在于自己内部 是吧 这种不同的派系矛盾 互相斗争 而在政论之分歧 那么他看到 就是统治阶级内部 这种矛盾斗争 对于清王朝统治 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危害 那么另外一个人 叫做胡思静 那么这是一个思想 比较保守的这么一个御史 这个胡思静 胡思静也讲 他说大清王朝 为什么会灭亡 他说他灭亡呢 就在于皇冈不振 威禀下仪 清王朝为什么灭亡 就是因为啊 清朝皇 利用的不够 那么君主不能够实行专制 是正出多门 那么胡思静讲 说如果说这个宰封 他能够实行专制 是吧 仅仅把握着政权 说随以无道行之 未遂亡也 什么意思呢 就说宰封这个时候 如果说采取这种 极端的专制的这种办法 是吧 清政府内部 不出现各种派系矛盾斗争 那么尽管清政府 实行这种非常 这个这个这个专制的统治 是无道统治 那么他也不至于灭亡 那么这是胡思静的一个看法 那么很明显 胡思静的这个说法 是错误的 那么但是有一点 就是在清末预备立宪过程当中 这个满汉民族矛盾 那么可以说呢 是在不断的酝酿 满汉民族矛盾 在日趋这个严重 是吧 那么统治集团内部的 就现在我们讲到 政论分歧 政出多门 这种权力当中的倾压 那么的确 是无可避免的 加重了晚清政局的这种动荡和混乱 是吧 就是各种不同的派系 都在进行矛盾 进行斗争 互相争论 是吧 那么这个肯定会对于这个晚清政局 造成很动荡 动荡不安 是吧 那么必然会消除 消除这个清朝统治基金的这种统治力量 那么也说 他必然会改变中国社会内部 封建统治阶级 和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 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这种力量的对比 那么这样呢 就在客观上 为辛亥革命的胜利 造就了某些有利的条件 有利于辛亥革命的这种成功 那么这个呢 大概是当时统治基金内部啊 各种政治势力 都始料不及的 是原来他们所没有想到的 那么可以说 这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一个辩证法 那么清统治集团内部 这种不同的 君主立宪论 进行争论 他所造成的一个严重的后果 就是由于袁世凯 过分的热衷于 宣传实行君主立宪 引起了满族清贵 和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 对袁世凯的这种遗迹 那么这样呢 就导致了清政府 进一步的加强中央的皇权 这种集权 加强中央的集权 加强满族清贵这个集权 而满族清贵这种集权的行为 是吧 那么反过来 又加重了 当时中国社会内部 这种满汉民族矛盾 使这个满汉民族矛盾 进一步的突出出来了 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三个问题 就是满汉民族矛盾 更加突出 满汉民族矛盾 袁世凯不但大唱 要实行立宪 打算这个改革立宪政体 打算这种高调 那么甚至他讲 说有敢阻止立宪者 既是吴越 既是革命党 说谁要是阻止清政府 搞这个立宪 那么谁就是吴越 谁就是革命党 我们都知道 吴越是一个革命党人 那么他曾经怀揣着炸弹 就是到北京前门火车站 去炸清政府出洋考察政治大臣 那么袁世凯就讲 说谁要是反对清政府 实行这个立宪 谁就是革命党 他用这些个话 去威胁其他人 去要挟其他人 而且袁世凯公开的讲 说官可以不做 但是法不可以不改 就表现得在这个立宪问题上 好像态度非常坚决 说官可以不做 法不可以不改 那么他讲 对于清政府改行郡主立宪这个问题 自己当以死相争 表现他的态度很坚决 那么在1907年 这个中央官制改革过程当中 袁世凯表现得更加积极 更加积极 那么袁世凯在这个1907年 官制改革当中 他一个主要的这个改革的主张 或者是这个提出来的 官制改革的主张 就是要裁撤军机处 设立责任内阁 那么而且他在慈禹太后前面 就极力的弹劾 就是原来跟他关系还不错 这个被当时人称作 是满人第一的铁梁 因为这个铁梁原来跟他关系 还很不错 那么铁梁这个人呢 当时有些人认为这铁梁 也是满族人当中 很能干的一个人 那么袁世凯 一方面强调要裁撤军机处 要设立责任内阁 有些人讲 袁世凯自己就想当总理内阁大臣 而且他又攻击这个铁梁 那么这样的就引起了 清陶统治者对于袁世凯 非常深重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遗迹 就怀疑他 袁世凯你到底居心何在 到底要干什么 那么尤其是满族清贵 和一部分清政府的官员 感到不放心的 是在清政府否定了 1907年中央官制改革的方案以后 袁世凯仍然在联合其他人 那么本来这个官制改革 被清政府否定了 那么但是袁世凯还不甘心 还在联合其他人 坚持潜意 就是还坚持他过去那种主张 就是裁撤军机处 设立责任内阁 而且他还讲什么呢 说改旨知止不下 不能出京 就说改变以前那个预指 就是否定 07年的官制改革这个预指 改旨知止不下的话 不能出京 我不离开北京 那么袁世凯因为这个问题 后来受到清政府的斥责 回到天津之后 他又命令他的这个幕僚 为他起草这个奏折 那么继续要求清政府 要建立强健政府 他还是主张要组建内阁 那么袁世凯对于这个预备立宪 对于清政府改行君主立宪政体 那么过分的热衷了 甚至是一种反常的热衷 那么这样就引起了一部分 御史言官对他的这种怀疑 那么很多御史言官对袁世凯进行弹劾 那么有的御史言官就指责袁世凯 说袁世凯呢 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搞着责任内阁 说袁世凯的目的呢 就是要总览大权自为帝制 那么这个罪名是很大的 总览大权自为帝制 他要做皇帝 那么或者指责袁世凯是混淆黑白 指路为马 那么在这个期间 那么铁梁对于袁世凯 那么又进行了抨击 那么铁梁就跟袁世凯说 说如果这个立宪 像你所讲的那样 说时与立宪本指不合 像你所讲的那个预备立宪 那个办法 实际上呢 是与这个立宪的本指是不相合的 是不一样的 不一致的 那么而且铁梁 就像这个慈禧太后讲 要分袁世凯的这种党势 怎么分呢 就是把和袁世凯观点一致的 把这个端方 从中央下放到这个地方上去 那么后来这个 在这个清政府的这把这个端方的下放到地方 做了这个两江总督 那么这个由于袁世凯 在这个预备立宪过程当中 过于这种热衷 过于热情 那么导致了清政府最高统治者 对袁世凯的这种遗迹 那么同时呢 就使得这个清政府呢 在这个预备立宪过程当中 进一步的加紧了满足清贵的集权 那么在这个丙武观治改革当中 当时一共是设了十一个部 有十三个大臣或者这个部的这个上书 那么在这十三个人当中 满猛清贵 满足人猛足人 那么是占了八个 汉族人只有五个 那就是满猛八 汉族五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不去讲 在同等级别的 这个清政府官员当中 满足大臣 他的权力是不是比汉族大臣权力更大 这个问题我们先不去讲 那么我们紧就形势而言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清政府 他原来是宣传清政府的中央各个部院 这些重要的这个衙门 他的这个上书和侍郎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部长副部长 一般的是满汉各半 那么一个满上书 一个汉上书 两个满族侍郎 两个这个汉族侍郎 基本上是对的 那么但是在这次1907年 1906年这个官制改革当中 在这13个大臣和上书当中 是满蒙巴汉族五 就是打破了过去这种满汉各半的这种惯例 那么很多这个部的上书 甚至侍郎 那么都是满蒙 满蒙这个这个满蒙族的人 那么就是一些侍郎 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这个部院的侍郎 你比如一比方讲 杜织部 管清政府财政的 那么像这个陆军部 是吧 管军事 那么这个上书是满族人 那么侍郎也是满族人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曾经有人做过分析 认为说清政府这样做 他的目的呢 总使汉族无兵权而 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是使汉族没有什么兵权 那么这个事情 引起了国内很多人的这种不满 那么这个上海有一个报纸 叫做时报 时报就发表文章 就讲这个问题 他说呢 今日之所谓中央官制 说现在搞的这个官制 唯积极以中央集权为秘籍 就是什么清政府呢 他这样做的一个主要的思想 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实行这个中央集权 那么由此可见 就是在预备立宪过程当中 清朝统治阶级 是吧 加强中央集权 那么在这个方面做的很过分 那么特别是到了1911年5月 清政府成立了一个皇族内阁 就是内阁总理大臣 是由这个义皇来担任 那么其中的很多这个成员呢 都是这个满族人 或者是这个蒙古族人 那么在这个预备立宪过程当中 清朝统治阶级加强这个皇族集权 加强这个满族人的这种清贵的集权 是吧 他的原因很多 是吧 那么但是啊 袁世凯借立宪的这个名义 是吧 那么要夺取清政府的很多重要权利 这个事情的暴露 使得满族人感到一个 他的政权受到了威胁 就是感到他的政治统治的这种完整性 可能受到了威胁 那么这一点也毫无疑问 是造成清政府加强满族清贵集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个原因之一 当然它不是全部的原因 就是满族清贵集权呢 从袁世凯是吧 这种揽权行为的暴露 那么也是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问题的一个方面 就讲了什么呢 就是这个袁世凯这种 企图夺取清政府权利的这种 行为的这种暴露 使得清政府加强了满族清贵的集权 那么同时 清政府满族清贵的这种集权的行为 那么又反作用于晚清政局 那么这个反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它不但导致了满族清贵集团 和袁世凯的北洋集团之间的矛盾 是吧 更引起了在野立先派的不满 那么同时也引起了全国人民 更加强烈的这种不满的情绪 加强了全国人民这种反抗的情绪 那么这样呢 就使得孙中山所宣传的这种民主革命的思想 比他所宣传的那种政治革命啊 社会革命啊 比这两种思想呢 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因为人们看到满族在加强 他这个满族人的这种集权 所以说孙中山的这种民族革命思想 更容易被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 各个阶层的人们所接受 那么再讲到这个满族轻贵集团